大家好,阀门生锈打不开 我呢,用一把扳手就可以轻松打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阀门打不开 它是什么原因呢 也就是我们实践长不开了以后 里边有了水垢杂质 还有的呢,有了铁锈 然后呢,它锈死了 所以呢,我们怎么拧都拧不开 这个炸板呢,卡死到炸槽里边 所以呢,打不开了 然后面对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呢,用火烧 然后用机油,都不好用 今天呢,我用一把扳手 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打开 首先呢,我们要把这个压盖 压丝给拧开 只要拧开了它 这个炸板呢,就掉了 怎么呀 看 你看 你看,当把它拧掉以后 这个扎板自动就掉了 你看了吗 这个扎板 它这里小 后边它是大的 所以呢 它是T型的 只要我们拧开这个压次 扎板呢,自动就可以拿下来 其实呢,这个方法 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只知道,只知道阀门秀丝打不开了 有的呢,请师傅 有的想了很多方法 都不好用 这个方法呢,分享给你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